开始了 好的,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又有幸 请来了Tina老师给我们继续 长者福利信息篇的第2讲 那这一次也是我们第4次讲座的时候 大家提出来的要求 在这之后好多人提了很多的意见、问题 Tina老师感觉有必要再给我们加一次的课 那今天就有请Tina老师再一次给我们 把后续的更详细的长者福利的信息 给大家展示出来,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Tina 非常开心我又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信息了 那么首先我还是要感谢咱们北美华人健康基金会 感谢曹老师呢给我这个分享的机会 那我本人呢是做税务和金融工作的 经常也会见到很多客户 那为他们呢提供一些税务的方案 那因为接触了很多很多客人呢 所以比较接地气的了解到了一些很有用的信息 那认识曹老师之后呢 我就知道咱们北美华人健康基金会呢 是受联邦政府新视野这个项目的资助的 一直在做的呢就是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去关怀华人长者 那么与大家来分享我们的专业知识 能够在这里呢就是发挥我的一点点余热呢 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那上一期呢其实我们一起探讨的分享的一个话题呢 是在加拿大养老房分几种类型怎么样去选择它 那么就是会后呢 大家对自己的区域怎么去寻找这个信息 带来了很多的疑问给我们发私信 然后大部分都在问我们这些福利 我们是住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区域 那我们上哪里去找到合适我的地方 离我最近的又在哪里呢 那今天呢我想分三个部分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信息 哪里能够最快最准确的找到他们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吗 可以看到可以看到哈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一页 大家可能呢在这个上面 这个number最熟悉的应该是911 对于我来说在之前我可能了解的 也是911最多 我们有什么事情都会去打911 但是对于211到811之间 我们其实是比较陌生的 所以呢今天我想跟大家一一来看一看 这些热线都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 我们在什么时候需要去拨打这个211呢 因为211是一个免费的帮助电话 它里面有150种语言 基本上是24小时 一年365天都可以连接的 那么它有一个网站是在211ontario.cn 这是属于安省的 那它提供大家什么样的服务呢 当你需要志愿者 你要想跟志愿者联系的时候 你需要像比如说去跟约克的医护人员 去做联系的时候 比如说你想 比如说孩子 青年婴儿有自闭症的时候 还有很多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第二十条 那一条大概是属于我们的 帮助热线的老人资源数据 如果老人家需要帮助的话 你都可以打211去让他 去他那里获得一些帮助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去拨打311呢 这个呢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一点 因为平时在我们的生活中 比如说我们看见了一些动物 它们一些流浪狗 一些动物 它在攻击一些生病的动物的时候 您可以拨打311 告诉他们 这里有一个需要帮助的动物 那么还有一些 丹宁的邻居非常在开party 在很脑渣的环境下去 在影响了你那生活的时候 你也可以拨打311 而且在如果说是冬天 你在人行道上发现这个路 或者是桥 或者交通灯坏了 您也可以帮助其他的人 去拨打这个311 当然政府说了 你可能需要 你如果想要投诉 或者需要对政府 有一些赞美的语言 您也可以拨打311 去带给他们一些赞美的语言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如果你在路上 看见有人在 比如说政府的墙上 或者是在私人的财产上 去做一些涂鸦的时候 您需要政府来帮您 去把它清除掉 这个时候 您也可以去拨打311 当然还有一些出版的 出版物表格 记录地图和数据 请求向公众提供出版物的时候 您也可以去拨打这个311 总之呢 我感觉这个311 在我心目中 有点像一个大管家的一个角色 比如说 在我们的家里 到了冬天 残雪 如果你需要这个政府 来帮您去把这个雪 雪堆清除掉 或者是冬季需要 有一些护理的时候 您可以拨打311 但您发现下水道 如果说下雨下得特别大 然后那个下水道积水了 您也可以帮助去拨打311 让政府来帮助我们 去把这个水 去让它很顺畅地 去流到这个下水道里面 那当然如果还有一些树木呀 你是需要 比如说这个树是属于政府的 那如果它涨了很大 而且掉了很多树枝 或者说它掉下来 砸到了一些 咱们觉得就是说 公物也好 私人的一些物品也好 那您也可以拨打311 寻求这个帮助 当然接下来像家里的水和下水道啊 或者说废物收集啊 比如垃圾啊 垃圾桶啊 这方面您如果说 需要那个政府来帮助您的话 您也同时也可以拨打311 那接下来这个呢 大家看到了这个黄颜色的是411 可能呢 这个黄颜色是不是跟大家感觉上 有点像我们中国的黄页 对的 它就是一个帮助您找人 找企业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网站 那如果说您知道这个人的名字 您可以把他的名字输进去 然后在411里面 找到他的电话号码 如果你需要找一家企业 你不知道他的 他的那个电话号码是多少 那您也可以去 把他的号码输进去 找到相应的人在哪里 那还有一个 我们经常会收到一些诈骗电话 那如果那个时候 你想要找一找这个人 跟我到底有没有关系啊 是不是我熟悉的人 你也可以把这个号码 在这个411的网站里面输进去 找到是不是诈骗电话 还是您想要 您的亲人在找你 这个呢 是511 有点像Google的这个Map 但是呢 它有一点不同的呢 是因为它有Camera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吗 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吗 好的 大家看到 可以可以 sorry 那个 大家可以看得到呢 是它跟Google有一个不同呢 是它可以有Camera 它可以在 比如说 我想看一下404 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大家看到了吗 404 看到了 看到了 对 您就可以看到 它现在的交通是不是很繁满 比如说早上我们要上班了 那你可以去看一看 你想要去的那个地方 它的周围路况怎么样 特别是在下雪天的时候 可能这个就更加能够帮助你了 而且呢 你也可以把它设置为自己的Camera 这里有一个我的Camera Mac 它呢 可以帮你设定好几个 就是说你经常去的地方 那么你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就可以来看一看 它的状况是怎么样 堵车还是不堵车 当然是在 比如说DVP啊 401啊 这些地方可能更加能够就是能够帮助你 就是到底是我是走那个Local好呢 还是走高速好 这个网站我觉得也是比较有用的 好的 那我继续 这个811呢 其实我觉得是最能够帮助就是老人家的 因为 哦 sorry 我大家是不是还没有看到我的屏幕 看到了 看到了 看到我的 看不到 哦 看不到 sorry 看不到 看到了 现在可以吗 现在好像是歪的呢 你这个屏幕 你可能得重新进一下 重新弄一下 嗯 有没有 现在没有那个share screen 现在呢 好有了 现在是回到你的那个什么上了 回到你的那个PPT上了 PPT上 那个大家可以看到呢 像811 对我们什么情况下 是去拨打这个811呢 我觉得这一块呢 是比较能够帮助我们长者的 比如说当您感觉自己不舒服的时候 您可以去打811 因为811呢 它是一个护士的一个网站 你打过去之后呢 基本上是有护士或者注册的护士 去帮助您去解决这些问题 比如说您觉得您的头很疼 一直持续的去疼 那么你可以去打这个811 告诉他您能感受 然后他会问你一些问题 比如说您的孩子正在发烧 但是呢 您又不想去急诊 那您可以把这个感受告诉他 说我的孩子现在是 大概是多少度 然后呢 那个他是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如果当您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患有痴呆症的这个亲人 因为当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可能您身边会越来越出现这种亲人 他呢会有前期中期晚期 这种的痴呆症的那个症状 那如果作为他的亲人 心里是很难受的 那您呢也可以拨打这个811 把您的感受跟他说一说 然后呢他可能会给你一些反馈 然后告诉您说 像这种 就是这种亲人 您去怎么去帮助他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 关于如果您是有饮食方面 就是健康饮食方面 你需要这方面的信息的话呢 您也可以去拨打811 让他给到你一些健康的饮食 的一些信息 还有一种呢 就是突然之间 你发现自己身上长了皮疹 那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可以拨打811 告诉他 你前一天吃了什么 你对一些什么东西是过敏的 那他们呢 可能会给到你一些帮助 大家再看右边 还有几种方式 您也可以拨打811 比如说 您最近做了手术 那您对你 就是做完手术 之后呢 因为你没有在医院了 那你也没有去 马上能够联系到你的家庭医生 所以这个时候 手术后的一些反应 可能会让你很疑惑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拨打811 让他们给出一些专业的意见 让你去进入到一个 康复的状态 当然 如果说 您有心理方面的一些 健康的问题的话 您也可以拨打811 去跟专业人士去谈一谈 当然我们这边 我知道我们也有一个合作的 那个机构 他也是非常关心 展者和那个青少年的 这种服务 而且他们是华语的 所以我也非常建议 大家去跟他们多聊一聊 如果您正在寻找 你的一些服务的信息 就是卫生服务的信息的话 您也可以拨打811 让他们提供给你 当然其实老人家 有很多的慢性病 但你有 比如说弹尿病 或者是关节炎 这些慢性的疾病的话 您也可以从811这边 获得您想要的一些建议 他们会给到你 因为弹尿病 它的发病率 其实目前来说 我知道的还是挺高的 所以在这一块 他们可以给到你一些建议 当然如果说大家还有更多的 想要了解的话呢 我在这里把它的那个截屏解下来 而且我把它翻译成了中文 大家可以看得到 如果你有电脑的话呢 我在这边 我都会给大家提供 就是它的网站 然后呢 你就是在Google里面书811 你就可以找到这个网站 在这个上面呢 您可以寻求它健康的服务 它可以帮您检查您的这个症状 然后呢 您可以获取一些健康的建议 或者呢 你也可以在这里搜索到一些 就是医学的图书馆的一些书 这里面的信息量非常大 大家有时间的话 都可以上去看一看 那么当我们什么时候 应该去拨打911呢 因为之前呢 很多人跟我讲过 有什么事情呢 你就拨打911 但是呢 当我们在 我们的团队在做这个search的时候 其实他给出了两个答案 说您在紧急的情况下 什么样的紧急的情况下 您拨打911呢 但您的身体受到了这个影响 比如说受到了威胁 那您的财产受到了威胁 那其实你应该拨打911 但是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 不会特别的 就是造成一种生命的威胁的话呢 您可以拨打一些非紧急的电话 然后寻求他们的那个服务 这个他们也是24小时免费的 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就是做了一些总结 就是什么 哪一些是非紧急的服务呢 在我的眼里可能就是这一些 比如说您需要去联系这个公民和移民局 那么这里呢 有你想要的电话 或者你想联系一下海关部门 因为你比如说新移民过来 你运了一车的东西 你需要去报关 你可以去联系他们 还有牛奶金 脑仁金 退休金 或者是儿童 他有一些求助的一些电话 或者是税局啊 国会 国会的 国会三庄啊 或者是护照的办公室啊 这里分别我都把那个电话给您列出来 如果您需要的话呢 可以把它保存下来 另外一个呢 其实针对于我们华人的长者来说 我们想要的可能大部分都是一些中文的服务 那么针对于电话公司呢 我这边也做了一个总结 就是每一家公司 它的就是中文电话都是多少 大家都可以就是按照这个电话打过去 然后比如说有一些bell像 按三就是广东话 按四就是国语 都可以帮到大家 就是把您想要的 需要他们提供的服务告诉他们 这样的话 他们就可以就是很准确的帮到您了 这里呢 有一个银行的服务 那我大概列了是五大行的这个服务 那五大行呢 叫TDRBC BMO Scotiabc 我们这边呢 我知道那个曹老师那边 也请了专业的人士 做了一本很厚的一个册子 那个呢 到时候曹老师会 再请专业人士给大家细讲一下 我这里只是做了一个总结 那说到咱们比较感兴趣的 展者连租屋呢 上一期我们其实有 大概讲了一下 他的申请资格 在这里呢 我可能再过一遍 就是说 如果说展者连租屋呢 其实是政府资助的这么一个项目 那他们来 基本上是如果你符合他的这个资格的话呢 而且排队又排到了的话 他基本上只需要你支付30% 您的这个 这个收入就可以了 比如说 当然你必须要是公民移民 或者是PR的那个人员 或者是难民 那么是要求申请者是在59岁以上 那约克区呢 是在60岁以上 如果你是申请这一块的话呢 他必须要求您有独立的生活居住能力 而且是低收入的长者 当然因为从上期我们可能有提到 就是现在在申请这个呢 基本上都要排到10年以上了 所以呢 他也做出了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规定 就是说申请人在申请的时候 就是也可以不满50岁 你就可以提出申请 但是呢 会不会给到你呢 就是看政府能不能排到 或者你的需要的问题 那第四个呢 就是说您必须是 你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面 你是没有租房的话 也没有有过欠款的记录 也就是说credit是很好的 信用度是很好的 而且呢 您的家庭资产 总资产呢 是要在它的要求范围之内的 也就是像多伦多刚刚出的一个规定呢 是说以前是没有限制的 但是现在呢 当您的资产超过15万的话呢 可能就是再申请这一项 就是有一些难度了 那么约克呢 要求会更加苛刻一点 可能你就是七八万 他就可能会觉得您是一个小妇人了 所以呢 不属于低收入范围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约克和这个多伦多这边都会要求的 也就是说 在就是不能拥有 在你接收这个廉价屋的时候 是不允许拥有返产的 那么申请的 比如说像多伦多呢 我这边有一个网址 到时候我会就是做一个PPT 就是做一个那个PDF文件 给到曹老师 让曹老师发给大家 因为这个链接呢 大家可以直接把它拷贝下来 然后呢 就是输入进去之后 第一个界面 您看到的就是像这种界面 那它呢 是需要您去做一个 就是说 首先像注册账号一样 因为现在多伦多这边 也是不会再寄信了 它是网上在申请的了 这几个区域 我想给大家看一看 就是 基本上是怎么样去申请的 可以看到吗 可以看到但你那个屏幕 又是这样歪的 不好意思 现在可以吗 现在回到511了 现在可以了 Rentgear 对这个可以了 对对对 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个呢 就是多伦多的这边申请 这个廉价屋的一个页面 我可以把它 我看尝试一下 可不可以把它翻译成中文 大家可以看到吗 我把它翻译成中文了 就是呢 它这里有一个 就你需要去注册一个 您的您的号码 比如说我点进去 就出现了刚才我们看到的 那个那个界面 这个界面呢 您需要 比如说您原来有注册过的 您就直接用您的电子邮箱 去做一个登录 那如果呢 你还没有注册的呢 你可以点下面 点击这个地方去做一个注册 比如说 创建一个账户 我有一个申请了 或者我没有一个申请 这样的话 你就按照您的情况 去 往下面一步去走 大家可以看到对吗 然后这个呢 是约克区的 约克区的 我也把它翻译成了中文 大家可以看到 也是跟多伦多区的 是一样的 那您也是需要住 用您的一个账号呢 去做 因为我家住在约克区 所以呢 我当时做的就是这一块的 但是因为还没有做完 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信息 是需要去完成的 比如说呢 申请人是谁 然后比如说 您的配偶是共同申请人 那你就可以把配偶 在这里填写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成员 还有您的收入 其他的收入 资产 和那个 就是 他会问一些 就是比较敏感一点的话题 问完之后呢 他会问 您的住房 有没有什么偏好 最后呢 帮您选好之后呢 您就可以递交了 这个程序呢 在这个中间 其实也是 有一个过程 就比如说 您需要准备好 您的上一年 报税的一个税单 然后呢 你还需要准备一些 就比如说 资产方面的东西 如果在你的名下 有资产的话 它是明文规定 你需要在 就是要卖掉 你的资产 你的这个房产之后 才能够去申请 这个 就是做下一步的申请 我记得上一次呢 还有一位老人家 有问到 我们皮尔区 皮尔区有没有呢 就比如说 Misaka呀 然后那个 Ockville啊 这边有没有呢 我也帮他们找到了 可以看到这里 我们点击它 让我们开始吧 它就进入到一个界面 就是说 您也可以来这边 去寻求它的帮助 到时我也会把这个链接 给到曹老师 如果曹老师 就是到时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 都可以问曹老师去要 好的 好的 那我再快快地过一遍 刚才我们讲到的是 多伦多地区 有希尔是吗 可以看到吗 可以看到我的PPT吗 可以看到你的PPT 可以看到 好 那个 我的 现在咱们快快地过一遍 就是刚才我们在 在那个网站上看到的界面 我把它解下来 这是多伦多地区的 多伦多地区的这个页面 然后进去之后呢 当你做完申请之后 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页面 那其实跟约克的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是英文 我刚才翻译给大家看的是中文的 那您做完之后看到的是英文的 然后这个呢 是约克区的 进去之后呢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 有很多信息 你是需要填写的 这个是皮尔区的 然后他们进去之后呢 是这样的 你也可以说开始筛选 接下来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因为上一期呢 我们有跟大家快快地 有讲到过 其实大部分的老人 可能还不是那么需要说 我一定要去住到外面去 我大部分的时间 可能还是跟我的子女住在一起的 那我的子女呢 还可以照顾我 我也可以照顾自己 如果我的社区旁边 有一些活动 我也可以去参加 这一块呢 大家呢 是比较感兴趣的 所以呢 我就给大家找到了两个网站 这两个网站呢 都是可以根据您的情况 去做一个 就是您的需要的 比如说 大家现在看到的 你就可以看到 北约克中部 然后呢 约克区 还有很多很多地区 它比如有一些 救护车的信息啊 然后癌症治疗的信息 社区健康中心的信息 谈尿病的这些一些 就是它的信息分享呀 这个字有点小 不知道大家看得清楚吗 曹老师我想问一下 看的不是很清楚 蛮小的 因为这是截频的对吧 对对对 截频的原因 没有关系 你如果你有没有可能 把它放成整频呢 如果要做成那个 Display mode行吗 可以的 但是就是 对 就播放 这不有一个播放吗 对 这里 好一点吗 这个要好很多 对 对对对 这样的话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在晚下呢 你可以看到 家庭和社区的 一些护理的支持 这一块呢 其实是大家比较 就是可以留意的 你看我的右边有一个图 那个上面就可以看到说 查找我附近的服务 那么呢 你可以点进去 直接把你的家里的地址输进去 它就可以直接帮你出来 这个就是 就是你身边有哪一些这些服务可以提供给你 我等一下先过一遍这个 等一下我会用网站的形式给大家演示一遍 另外一个呢 这个也是一样的 它呢 也可以 就是在这个网站上找到 它的 它叫做 Healthcare Home 然后呢 它里面分了好几种 一种呢 是你的家庭护理 就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个入门指南 旁边就是家庭护理 家庭护理呢 就是包括 比如说你需要有一些就是护士过来帮助你 比如说洗衣做饭 或者说喂药 或者说帮助你上厕所 那么社区护理呢 它就存在了一些 比如说是 如果你有关节炎 那它可能会远程的给你一些帮助 告诉你怎么样去减轻你的痛苦 那还有一些长期护理的一些信息 长期护理呢 它里面呢 就是说 当你24小时需要人帮助的时候 那哪一些是收费的 哪一些是政府可以包的 包在里面 就是帮你全全去做一个致富的 都会给大家展现出来 这个网站也是很好的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过一遍 那么刚才说到了 一个是家庭的一个护理 一个是社区的一个护理 那还有一种可能 当您年纪到了一定的时候 可能你会出现 经常会去医院 去完医院之后呢 您在申请长期护理的时候 这个中间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就是你还没有身体还没有递上去 也或者说您的身体还没有达到政府所能够给你全权护理的这么一个过程的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有一些问题 那在这里呢 我做了一些总结 就是有八个问题 我大概的跟大家讲一讲 比如说 那个很多老人会说 为什么我还没有好 我就必须要离开这个医院 那我必须要回到家 因为我回家也没有人照顾 那么一般来说呢 医院呢它不是护理院 那么医院的设计呢 它其实是为了 就是满足这个 就是它是急性的 所以呢 患者的这种 康复支持和 和那个恢复呢 它的需求呢 你在你的医院是需要有个等待过程的 而且呢 如果说 这位患者 他一直在医院待着 因为医院其实也是一个 医院内的感染的风险呢 也是很大的 所以呢 政府在做这个调整的时候 他就会给出一个 就是比如说 如果但您好的七七八八了 他就会希望您到家里去做这个 就是更好的一个一个护理 那么在这个中间呢 你可以跟政府去提出一个申请 第一就是长期护理的申请 还有一个刚才我们所说的家庭护理 那么刚才所说的那个家庭护理呢 其实政府也是会提供的 但是他一般来说 最多一天不超过三个小时 他会叫一个护士上门去给你做这些护理 帮你擦身子啊 然后帮你做一些就是 就是起来上厕所呀 喂饭呀 这些他都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呢 时间不长 那第二个问题 我们怎么样去选择这个护理院呢 那么基本上呢 如果是护理院的话 在政府的那个网站上 他会给你列出来 在你家里住的70公里 这个半斤的这种范围内呢 你是满足去找到你的这个护理院的 如果是在更加北边的 比如说东北啊 西北啊 这些地区 他们的人群非常的稀散 那这个时候 他们就可以在 大概在150公里之内 都可以找到 就是符合他们的这个养老院 这个呢 也是为了就是说 尽可能的考虑到 他们的这个宗教呀 咱们的这个宗教语言 或者种族的一些偏好 然后来设定的 那么第三个呢 说 如果说我 我入住了这个长期护理院 但是我不喜欢这一家 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可不可以拒绝呢 当然可以拒绝的 等一下呢 我会跟大家讲一讲 入住这个长期护理院呢 是有大概是什么样的 一个程序 那他说了 因为最先呢 你可能需要找到一个 调解员去帮你去提供 这些信息 所以呢 如果说你不喜欢的话 你可以拨打他们的电话 有一个1866的一个电话 上一期呢 我有提供给大家的 大家可以翻看一下 联系他们去告诉他们 您的顾虑和您的投诉 是什么 那如果说 第四个 如果说我不想接受 就是院方提供的床位 该怎么办 因为呢 在 有时候呢 可能 抬到你的时候 不一定是你想要的床位 比如说 是两个人的 或者四个人的 那如果你不想要这个的话呢 你也可以 就是选择更高档一点的 你可以 就是让你的协调员去帮你选择几家 就是也可以把你放到其他的这个waiting list里面 让他们去帮你去做一个申请 当然 如果你拒绝 如果拒绝的话呢 他们肯定就会通知这个 这个 这个 护理院的这个团队了 他们 如果是你不再需要紧急性的这种护理的话呢 那你也会就是 就是收到一个报价 就比如说 你还没有等到你想要的更便宜的 那你现在只有贵的 那可能呢 你需要付一个差价 那这个差价呢 可能就是说需要自己去支付了 这个你可以去跟他们这个协调员去协商 我要等待多久才能够入选我选择的护理院呢 这个在后面呢 我可能会跟大家讲一讲 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那有很多情况下 你是有优先权的 那如果你是在那几种优先权的那个行列内呢 那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那就很快就可以给你安排 但是如果说 您的情况还不是那么糟糕 那有可能就是还会在waiting list里面等待一下 如果我搬入了我选择的这个护理院 但是我还会在其他的这个 就是护理院的这个列表里面吗 那如果说你已经搬进了这家护理院的话呢 基本上呢 他们是会按照您的情况去来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在等待嘛 所以他们会根据情况看您是不是 就是说您的需求是不是跟他们的是相符合的 如果的您的需求是合理的话 他们会考虑的 这边呢第八个是刚才我们也有提到的 如果说我申请了一张床位 但是我没有能力去支付 就是说我想要的那个床位的话 我是不是应该要支付更高的费用 才能够入住 是的 你是如果说您现在分配给您的 您不想要 那您想要更好的话 可能多出来的那一块是需要去 咱们去做一个就是补充的费用 那么咱们刚才说到的是 这个长期护理就是一个过渡的一个阶段 那么下面咱们讲的是 如果说你已经申请到了这个长期护理的养老院 那么你可能就可以得到24小时的专人的护理 那么当然你可能就是说 比那个在退休屋啊 或者说简单的这种 就是家里的私人护理啊 它的水准会更高一点 因为呢它是受政府的这种授权的监管的 那你必须就是 而且是大部分是非盈利机构和私人机构提供的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你的安全基本上是可以得到很好的保障的 而且是很多东西都是免费的 你只需要根据您的收入 支付您收入的30%的费用 可能你就可以入住了 那么在这之前呢 它是怎么样去work的呢 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您需要联系一个代表 他呢 就是接到您的电话之后 了解您的情况 然后再跟您讨论一下 您的需求是什么 您是不是符合他们的要求 然后呢 他会带你去参观一下 带您和您的子女去参观一下 你想要的这个老人院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起去照顾您 在政府的网站上呢 你也可以直接找到 比如说我现在给大家看到的 这个网站呢 就是安省的 安大略省的一个长期护理的 这么一个网站 那你可以看到 网下拉的话 它就有一个寻找长期护理院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过一遍 只要把你的地址输进去 比如说Richmond Hill 或者Macam 或者是Toronto 你就可以出来 很多很多这个选项 当然就是在政府资助的 这种长期护理的 优先类别呢 是有的 比如说刚才我们所说的 第一类 如果您是需要立刻 接受长期护理 也就是说 你没有办法在家里 就是满足需求 比如说老人家 只剩他一个人了 或者他的老伴 也不能够 就是那么那么好的 去照顾他 或者呢 在医院已经面临了 就是就是生命危险的 一些一些老人家 但是呢 他住在医院 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 就是就是已经不大 很能够治得好了 那如果说在他就会让你第一 就是放在第一类的 让你去去住这个长期护理院 那么第二类呢 是如果你已经有一个配偶 他已经在那个长期护理院里面了 那你也需要这个资助的话 你是排在第二类的 在第三类 就是说在等待 比如说你有一些宗教 或者民族血统 或者文化的这种服务的人 那你是可能会社会做国贡献的 或者呢 你是高度需要护理的需求的人 那么你可以在家里得到支持 直到直到他有床 那么他们护理院就会把你 就是转移到他们选择的 那个家里面去 那个就是第四类呢 是如果你有高度的这种护理需求 但是呢 你还是可以得到家里人的支持的 那可能也是要有一个排队的过程 那么最后一类呢 是如果说您是在这边有 是一个老兵 是有在政府的这种服役的部门 有工作过的 那你可能是可以去 就是得到特别的优待的 那么这边呢 可能就是有些问题 就是我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 这里呢 他有说到就是说 大家可能在问 长期护理院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 那么在安大略省呢 就是所有的长期护理院呢 其实都是由安大略安省的这个政府 他提供的公共资源和他作为一个监管部门的 那他的所有权呢 是有点不同的 大概57%是长期护理院是为私人拥有的 也就是说57%是要私人去开的 那么24%呢 是由慈善机构 或者是非盈利机构去拥有的 17%呢 是市政府去拥有的 那么大家可能在问 比如说 如果我是想要 得到一些家庭医疗保健 就是这个 大概的费用是怎么样的 那么根据单地的这个费用呢 可能有一点会不一样 那我们就以安大略省 就是安省来平均的占单率来做一个比较 他大概是每个小时是20块钱到30块钱之间 是用于来支持这个家庭 个人护理陪伴 如果说你要涉及到一些更专业的 比如说护士上门 就是或者更加专业的 他的指导的话呢 通常是在50块钱到60块钱之间 当然就是说 加拿大这边 他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获得安省 给我们的这个服务 比如说我如果是你一个南风叶卡 我如果是一个公民 我可不可以得到政府的支持 是满足在您的收入满足的情况下是可以的 那他们平均的成本大概是多少呢 那个政府说了 这一块的话大概的成本是在24块到34块之间 如果是只是帮你做一些简单的个人护理啊 去帮助你去洗洗澡呀 那个就是为你吃饭呢 这种的可能就是24到34一个小时 那么如果你是需要注册的护士的话 大概是会在45到80块钱之间 那么政府也是会帮助大家去 就是做一个补贴的 那么当然就是OHAB 就是说我们的健康卡的系统 是会给老人家提供什么呢 我们除了就是健康卡会给老人家提供 比如说你看家庭医生是免费的 你做这些检查是免费的 那么呢你还符合一些 就是说如果你有弹尿病啊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的话 它像一些什么葡萄糖纸啊 什么酒精啊 这些什么注射器啊 它都是可以免费给那个老人家去提供的 但是呢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你必须你的收入是属于 没有超过那条线 我记得是一万九千多的这个线 那么这个呢 我想跟大家特别的分享 就是第七条 就是说在我们家庭中 有哪一些保健 有五种保健的 是大家可能没有去注意的 就是说这几种 其实也是可以得到 政府的一个资助的 第一种就是关节炎 就是老人家很多 你的关节疼啊 你的关节发炎呢 其实这种引起的剧痛呢 其实让老人家其实是非常难受的 而且是没有办法治愈的 所以呢 有时候大家可能都是会用一些 一些止痛药来去控制它 当然呢 这边政府说了 它可以就是这种 家庭健康的服务呢 它是可以让护士呢 通过一些剂量 来对患者进行一些检查 或者协助他去用药 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 那个需求的 如果你要把药 让那个专业的护士来给你 使用一些 他们的一些 就是 专业意见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我们的 整个就是65岁以上的这种 男性和女性里面 发病率是比较高的 就是心脏病 那么大约呢 65岁以上的 38%的男性呢 是有的 有心脏病的 26%的女性呢 也是有的 那么这一块呢 它的严重性其实是 就是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的 就是他们主要提供的服务呢 是他们会有一个 如果你跟他们 建立了一个联系的话 他会在处方药上的 一个预定 他会有一个提醒 他会告诉你的药量 他会给你记录一下 那么还会给 使用就是一些仪器 给你带回家 如果你最近的 这个心脏不好的话 你可以带一个 那种跟踪器 背在身上 他会在远程 去给你做一个监控 那么一旦呢 就是当您的健康器 发生警报的时候 或者超出了 预定的这个范围的时候呢 他会自动 把这个信息 发给这个护理人员 就是有一个警报 那他们收到之后呢 会马上联系您 或者联系您的 紧急人 比如说家人 那么当然每天 他们也会 如果情况严重的话 他们也会对病人 进行一个 非常良好的一个检查 就是说询问 第三个呢 是癌症 因为癌症呢 其实是 整个世界上来说 是排列第二的一个疾病 那么对老人家来说 也是会有 男性是28% 女性是21% 那么这一块呢 癌症病人呢 就是有一些是早期 有一些是晚期 所以呢 他们也会尽量的对 如果你告诉他们 打了811 告诉他们你的情况 他们也会 就是跟你建立一个连接 然后进行一个健康的 一个测试 监测 然后这种 因为如果说 监测的好呢 可能会更容易 更有效的 可以帮助你 或者说帮助您去预防 那么第四种呢 是一个呼吸道的 一个疾病 也就是说 当你有慢性的 这个堵塞性肺病 哮喘 或者是肺气肿 等等这些 疾病的时候呢 其实 每天受这个折磨的 估计是有上万年 老人家都是有的 那么 他们呢 可以就是说通过 就是因为这种情况 一般是没有办法治愈的 那所以他们都是 通过这种药物 和持续的这种 测量的脉搏 来控制这个严重性 那么 这一块呢 那个 就是政府 其实也是提供了 很大的拥助的 但是 大家需要告诉他们 就是您需要帮助 还有一种呢 就是脑年痴呆 相当于 就是还有一种叫做 帕金森 帕金森是这个 也就是说 当 慢慢的你的 就是不大记得 慢慢你的记忆 开始老化的时候呢 可能会变成 就是 这一块呢 其实政府 也是提供 相应的一些 家庭的 护理的 就是帮你去预防 但是呢 希望大家 去告诉 政府说 你需要我的帮助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谁 会 就是大概来说 谁会去帮我去 做这个买单 当然是 如果说你申请了 长期护理的话呢 可能是 政府来帮你买单的 那么这里呢 还有列出了 有一个就是 找了一个信息 就是说 如果说你需要 照顾一个 老年痴呆的患者的话 大概每年的 费用是多少呢 我在这里 找到的 就是说 如果你是需要 24小时的 这种服务的话 大概你每个月 是需要 一万五千块钱 的费用 所以呢 我也希望大家 就是如果可以 趁早的去申请 一些福利的话呢 预防也好 然后有一些 可以跟政府的 一些部门 去聊一聊 你的concern也好 就是都可以 提前去做起来 对 就是大概是 这个样子 那乔老师 我这边的 基本上都讲的 差不多了 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 什么问题 我觉得您讲的 特别特别好 我现在 我自己呢 有几个问题 那个一个呢 是您刚才 给的那个 那个电话 比如说像211 有支持 150多种语言 那我不知道 311是否支持 不同的语言 另外呢 就是811 因为811 是跟健康有关的嘛 所以 对 我刚才在网上 您讲的时候呢 我就在网上 有查 811是否支持 不同的语言 但是我没有看到 311呢 按道理说 应该是支持 不同语言的 我知道811 不同的省份呢 它可能有 不同的 这个 支持的力度 就是说 我自己明白 就是说 那个海洋四省 它的811 都是有 不同语言的 但我不知道 安省是否有 因为我没有找到 那个 如果要是不同的语言 你是不是要打811 然后还要按什么 不同的键 什么的 那个来表示 您用不同的语言 什么 这个我还真是 不太了解 对 因为311 其实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我有把它写出来 其实311 更多语言 它有180多种语言 特别是 针对 就是华裔的话呢 它还提供国语 粤语 太语 客家化 福建化 跟上海化 等等服务 其实311 还是做得非常好的 对 但是呢 就是811 刚才 曹老师 您可能也查了 我呢 也是做了一些 research 在这一块呢 我可能 还要再去 做一些深入的了解 因为 811这一块 的确 对于我们长者来说 是非常需要的 我也是觉得 也希望大家 能够用起来 那我能够了解到的 因为我在211这里 看到呢 有一个志愿者的 一些联系呢 我当时在想 我们当时 是不是可以通过 这个211的一个热线 然后帮他做一个转接 然后再去帮助老人家 做就是说 帮到他们 去做一些翻译啊 这些活动 这个呢 我还需要再去 确认一下 嗯嗯 好的好的 太好了 那就 那真的是很棒很棒 我觉得今天您这个信息呢 给的特别全面 那还有一个呢 我想跟大家说的呢 就是 那个Tina老师 今天的所有的这个 分享的这个屏幕 我们都会把它做成 我们给大家准备的 这个老人 长者的这个服务手 手册当中的一个副本 放到后边 以后呢 会放到网站上 那过 差不多11月份 我们就应该可以放了 那放好了以后呢 在讲座的时候 我们会以后 每一个讲座的这个链接上 都会告诉大家 你们从哪可以 下载我们这些中文的这些 服务手册 好吗 其中包括了这个 理财手册 包括了 这个财务管理手册 个人的财务管理手册 包括了 这些 像那个 Tina老师提供的 这些老人的 这个长者福利的这些 我们都会陆续的 放到网站上 因为我们现在在 在更新我们的网站 不断的更新网站 所以 大家就是 不要太着急 请给我们一些时间 因为我们 前一阵子 我们的夏季 夏季工呢 回学校上课了以后呢 我们这边人手上稍微出了一点问题 所以有一些忙不过来 而且呢 Tina这块刚才讲的 怎么申请老人廉价 廉租屋啊等等的这些 我们也是计划呢 明年开启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向 政府在申请明年的 新视野老人服务项目 所以那个 所以 我们如果这个项目 申请下来的话呢 我们会 每周都会为长者提供这些 怎么样使用福利网站 怎么样这个 填写自己的这个信息 怎么样在网上 学会和老人有关的 这些操作 像网上涨上银行啦 网上银行啦 这些特殊护理呀 这些怎么样查找 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呀 我们都会一一的给大家 每周都会给大家讲一次 这种不同的课程 手把手的教大家 希望等到我们 明年的这个课题 申请下来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 给大家提供这个服务了 好吗 好的 那我看到有一位 有一位老人说 讲得很详细 很有条理 课件也很清楚 特别感谢 谢谢提娜老师 谢谢大家 看大家还有什么 其他的问题没有 如果有的话呢 您可以开麦 自己开麦 然后就直接问就好了 好吗 我有个问题 手下单 每个计划的养学会 和提娜老师 讲序安排 我们学了很多东西 其实刚才提娜老师 讲到那个 家庭医疗保健 无中水 她的条件 如果是符合那条件的话 打哪个电话呢 可以联系 打什么电话 联系到 打811 您就可以联系它 对 谢谢 我提个问题 就是看病需要那个 英语不会需要翻译 这个服务项目 现在有没有啊 您说的这个特别好 我们也在申请这个项目 申请下来以后呢 我们就会教大家 怎么去最简单的英文 然后呢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医院 它都有那个翻译服务 但是呢 并 它的翻译服务呢 并不是门到门 就是每一步都有翻译 所以呢 我们会为大家提供这个英文的授课 就是完全是帮助大家来做这个准备的 那个哪一块地方需要您自己 或者是呢 您可以把英文写到本子上 带到那个门口 这些呢 我们都会一一的来教大家 那这个都是明年的项目 明年三月份以后的 我再补充一句 就是我听你刚才这段话的意思 就是说 有一些简单的英语绘画手册方面 让大家自己学 自己去解决 是不是 不是自己学 是我们带着大家学 不过这带着大家学 我觉得也也学不了净科 就是你要现在马上就都七八十岁点 经常要去看专科 你学那几句话 这家背的挺好 当然一切也说不错 一着急全忘 所以说怎么能解决专科医生那步就行 家庭的大部分都有中国人吧 明白明白明白 因为家庭 很严重的时候需要个专科 要不就孩子全程就跟着一直要请很多家 明白明白 我们一定会把您的意见放到我们的授课计划里边 或者是给您提供手册 或者是给您提供 看一下有没有可以提供的帮助 尤其是翻译的 这块我记住了 挺好 今天讲课挺好 谢谢 Tina老师今天准备的这个课件 特别特别清楚 对因为其实就是 如果说咱们拨打811的话 也是可以有 你可以跟他说 我的英文不好 请他就是转接中间一个 讲中文的来 只是说时间可能会长一点 但是也不是说 他不会去帮你去做 因为他不知道 过来的电话的人是 肯定不是说一定会碰上这个 就是讲中文的 所以你得告诉他 您需要哪一种语言 所以他就会去联络一个 就是志愿者 然后在三方通话的形式下 帮您去完成这个交易 那刚才那位大姐呢 我会跟我们这边的那个 华人的专门的那个翻译公司呢 去跟他探讨一下 看一下这一些服务 是否 他们是否有通常的 这一类的服务 可以为大家提供的 如果提供的话 费用是多少 怎么样什么的 我还得 我给您探讨一下 好吗 跟那个服务公司的 那个老师 跟他探讨一下 看一下 这一类的问题 也许他那会有关于这个专科医生的翻译的这个服务的问题 好吗 好的 好 老师 这个今天讲课我知道了能不能回访 可以的 我们每一次讲课 我们今天是第七次 我们前面六次讲课里边 只有第二次是因为是那个蒙特利尔银行的经理过来讲的 他是不允许回放的 因为他是银行的政策 只有那一个我们没有 其他的每一个都有回放的链接 就在我们给出的那个那个推文里边 后边就是所有前边可以给出回放的链接都在后边附着 谢谢 这个也一定会有 那这下一个下周的那个推文呢 他的那个后边一定会有今天的这个讲座的回放链接 谢谢 不用谢 这个讲座是不是定期的 我们是现目前为止呢 我们企图让他定期 企图让他定期在周三的晚上七点半 同一个链接 不会这个链接这个zoom的这个号码不变 密码也不变 时间呢也不变 我们企图是这样 就我们现在呢 已经把十月份的这几次呢 都已经弄出来了 都已经计划出来了 那我们下一周呢 本来也是Tina老师接着讲 关于国内的收入在这边 是否会影响到您在加拿大的政府给您的补贴 那因为Tina老师呢 时间上临时出了问题 那我们下一周呢 还是同一个时间 但是呢 我们给出的呢 就是不同的内容了 那我现在要把那个内容先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 他是这个多伦多的老人房的进一步的介绍 因为他有那个老人房的介绍呢 申请资格最新的规定 哪里有老人房 如何选老人房 实际上就是今天的 Tina老师的讲座的延伸 我们下一周呢 请另外一个人呢 他是云上俱乐部的 那个执行总监 他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那他因为他是在社区服务已经超过20年了 都是在非盈利组织 都是服务老人 所以他很有经验 那我们 我呢 在过几天呢 就把这个推文呢 发出来 好吗 下周三是我们讲这个专门的老人物的介绍 如果有咱们今天在线上的朋友 想要进一步的听的话 那我们就 敬请下周 同一个链接 同一个时间 我们链接不变 时间不变 好吗 这样的话呢 大家如果万一找不到推文 还可以知道 记住了这个链接 记住了这个密码 您一定可以上来 我们如果临时 因为讲员的 因为老师 时间上的冲突 我们有可能取消一次 那个我们一定会在每一个群里边 都给大家发 告诉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